各位觀眾你好 歡迎收看11月30日的新聞報道 今年12月13日 是南京大屠殺80週年紀念 在國會及卑斯省議會 今日都有議員 就這一宗的歷史事件發表聲明 而今次亦都是卑斯省議會上 首次有議員公開譴責 當年日軍的戰勝暴行 吳慧基督 在省議會今日的會議中 多義文化省務秘書柯爾倫提及 相對於歐洲猶太人在二次大戰期間 被納粹德國屠殺的事件 省民對於超過20萬的中國軍民 被日軍屠殺的歷史認識不多 他呼籲議會同僚和公眾 在12月13日 七月各地舉行的大屠殺80週年紀念活動 現在國會下議院 國會議員官惠正在發表同類聲明時亦指出 國民在紀念大屠殺80週年的同事 亦都應該同時紀念二戰期間 亞洲多國超過20萬名婦女 被日軍強徵為俗稱慰安婦的姓奴弟這一段歷史 在1937年12月13日 日軍攻陷南京之後 只開為期六個星期左右的屠殺 而日本政府至今依然未就事件作官方道歉 多數件事不在機報道